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將這個二次函數的圖形 向下移動十個單位 那第一個呢 它問你說 平移以後的二次函數會好 一個二次函數 其實是任何一個函數 任何一個函數的話 你如果平移 往下平移的話 歪了 就給它帶多少 換成什麼呢 換成這個是 Y加10 如果向下的話 就加 如果往上的話 就把它換成 Y減掉10 如果是X方向平移的話 如果是往右的話 那X 就換成的話 假設往右移動A單位 就換成X-A 如果是往右的話 那如果是往左的話 那就換成X加A 這樣子 如果它是X軸對稱的話 那就把X換成-X 如果是Y軸對稱的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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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把X換成-X 如果是X軸對稱的話 就把Y換成X軸對稱的話 就把Y換成X軸對稱 那現在這是平移 它是往下平移10個單位 所以 你就把Y換成Y加10 也就是說 它的二次函數度寫能是這樣子 Y加上10 X等於3X軸對稱 答案就是這樣子 事實上的話 這個 座標平移 跟那個對稱 這個不一定是二次函數 其他任何函數都一樣 好 那我就得到這二次函數 Y點多少 3X軸對稱 好 再看看第二個選項 他問呢 最低點座標多少 最低點座標 因為它原來最低點座標是00 往下平以後的話 最低點座標的話 當然是0-10 當你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-10 也就是說 最低點座標是0 RV座標是-10 是0-10